那么又有同学问了 在摆荡当中 双人怎么样通过摆动 去更好地做倾斜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所有的倾斜 都是经过摆动以后的结果 产生的倾斜 也就是有倾斜 一定前期是摆动 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倾斜效果 摆动的大小 决定了倾斜大小的角度 同时呢 我们也有特殊情况 我们可以产生摆动 但不一定会有倾斜 不一定需要有倾斜 比如说我们向右的直行追步 这种步骤 它就没有倾斜 那我们还多了 我们的双左旋转 我们也没有做倾斜 是吧 那么这种动作会很多的 比方说我们的直转步 我们也没有倾斜 可是只要有倾斜 一定是摆动的结果 但是摆动不一定非要有倾斜 那么我们说双人的倾斜 怎么样更好的去应用到摆动以后 自然倾斜的产生 人为再把它放得更大呢 这就是双人在倾斜的时候 我一定要产生身体拧毛筋的效果 会让你空间显得更大 比如说我们要给到倾斜了 如果我就这么倾斜 我感觉是摆动 感觉我的倾斜就这么大 可是如果摆动以后 我产生倾斜的时候 我给到扭 我给到扭 你看这是往后方扭的 这里是往前方推的 我会这样的效果 是否倾斜更大 那么这样的效果 会让我们感觉 既有摆大产生的倾斜 又有我们拉伸 拧动以后 会到更大空间的展示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借助于摆动的一个力量 和摆动身体的高低位差 再产生身体的部位的轻微扭动 轻微推动 来给到我们更好效果的一个展示 这就是双人为什么搭上以后 会让我们每一小节的空间 变得更加的完美 就是我们在摆动以后的行鞋 带给了身体不同部位的银 带给我们放大 带给我们踩地 横胀 带给我们空间的展示